来 小乔 你的手艺真是不错 我们都特别爱吃 就是啊 这算什么 拿手好菜还没上呢 小乔 再添两个菜吧 愣着干嘛 快去啊 哎 荣苗 你这么给小乔说话 他都不生气啊 要是我家那位 早就给我闹分手了 这糟糠之息 怎么能跟没结婚的 小姑娘比呢 谈恋爱是要靠谎 可是我们都老夫老妻了 吵架有时候都懒得吵 有些事情啊 这么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难不成 他还为了这点小事 跟我离婚不成 原来 他竟然是这样想 让我们连老说了 如果这期项目 做得好的话 真的有机会 我们直接说重点 我只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天晚上 就这一会放松时间 你能不能别叙叙 到吧没完没了 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啊 结的婚来不会过日子 甚至是给 曾妈妈买的东西 你看你现在 我兄弟们老婆 怎么看着都年轻 就你也上次出草又有闻 以后明哥婚礼 你还是别去丢人了 你怎么照顾着我妈 我妈要是有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都没机 我不忙赚钱 你和西北风啊 可是我也要上班赚钱养家 凭什么你妈生命 全存在我一个人的头上 你怎么不管 行啊行啊 你别找借口 我懒得跟你吵架 原来红号的生活 真的是你低级吗 行 没饮料了 不再买一遍吧 你自己不被买吗 他就觉得 反正都已经结婚了 也不怕失去你 就不让真心 好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你去洗个脸化个妆 我带你去吃饭 我最近脸上 是长了很多小杠杠嫩嫩 还起皮 伤妆肯定卡夫 你肯定很久没辜负了吧 皮肤起皮 还有很多假性的小杠杠嫩嫩 这都有皮肤过度缺水导致的 真的很不错 皮肤水水嫩嫩的 皮肤摸起来也不色了 杠杠嫩嫩和起皮 感觉有改善 果然自信的女生最漂亮 以后你还是要多多重视自己 就算结了婚 也不要为了家庭牺牲掉真正的自己 那天之后 我不再一味地委屈自己 我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总爱推卸责任 凭什么让我替他们背黑锅 你已经说了十几分钟了 我想安静看会儿书 可以吗 你现在连话都不想听我说了是吧 我工作一天真的很累 到家只想安静休息一会儿 明天你别忘了带妈去医院复产啊 你明天有工作 我刚才给你领导打过电话了 他同意你明天请假 家里这么乱你怎么不知道收拾一下 我请了终点工 一会儿就到了 费用我们一人除一半 夫妻之间有必要斤斤计较吗 我只不过是让你承担一半的家庭责任 你就觉得我变得轻轻气一下 好 那麻烦你清算一下 之前我为这个家付出的内心 应该付我多少 我晚上还有应酬先走了 一个女生不好照顾家跑出应酬是吗 不许去 不好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没有话语圈 你今天要是走了 那我们就别过 好啊 那就分开吧 我以为结了婚 你会为我捉蜂蜡 却没想到 生活的风雨都是你带了 但两个人步入分音 是为了携手共住风雨 而不是背负另一方的冷凉 以自私